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食对你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盐中所有树上的果汁吗 你人对食说 盐中树上的果汁 我们可以吃 唯有盐当中那颗树上的果汁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食对你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于是 你人间那棵树的果汁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汁来吃了 又给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他们恶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入体 便拿无火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裙子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盐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入体 我便残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入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丰富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汁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以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汁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时引诱我 我就吃了 弟兄姐妹 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记载的是始祖亚当夏娃 吃分别善恶树的果汁 也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 这是人类的始祖 我们的始祖 亚当夏娃 犯罪 得罪上帝 最后被主离开伊甸园的开始 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 始来对夏娃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盐中所有树上的果汁吗 撒旦 魔鬼 的诡计是非常的多端 他所讲的原语里面 是是而非 上帝言有传给亚当的话 是不许吃盐中分别善恶树的果汁 但是 撒旦魔鬼的化身 借着食的形象 对人进行了蛊惑 永世事而非的言语说 神启示说 不许吃盐中所有树上的果汁吗 那么 夏娃的回答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夏娃的回答 以言有上帝对亚当所讲的话 是有出入的 上帝告诉亚当 是不许吃盐中分别善恶树的果汁 而夏娃的回答是 我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那颗树上的果汁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无从得知 是亚当所传递的上帝的原语 发生了误差呢 还是夏娃听了 但是后面又加上了自己的推斥 自己的一段 自己的个人的意思的增加 无论如何 在这里 夏娃在回答 时的引诱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是与上帝传给亚当的话 是有出入的 这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启发 对于上帝的原理 我们一定要严格的 百分之百的遵守 听从 不能有发生误差 上帝所讲的话 是就是 一句就是一句 是就说是 不能够增加个人的意思 也不能够过分的解释 也不能过分的推断 更不能传错 所以上帝的话的遵守 发生的变化 夏娃重新复述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变化 没有不可摸这个意思 没有不可摸这句话 但是夏娃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 增加了的 修改了的上帝的话 接着 他就真的听从了撒当魔鬼的引用 时对他说 你们不一定是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 就能如神一样知道善恶 分别善恶树的果汁 的这个意思 就是从这里来的 能分别善恶 很多的人读这一段经文 包括很多对真道有渴慕 也有追求的 也愿意尽身理解 认识上帝真道的 在这一点上 有一个问题 会问 上帝为什么创造天地万物 还要创造这一棵分别善恶树呢 如果上帝没有创造分别善恶树 没有在伊甸园中 有这一棵分别善恶树 那人不就没有犯罪 堕落的可能存在吗 实际上这种想法非常的善良 但是实际上是错误的 因为上帝为什么 四地分别善恶树的果汁 实际上创造主是创造主 被造的人就是被造的人 上帝四地分别善恶树 他的真实的意义 真实的目的 在圣经中没有百分之百 完整的传递出来 但是有一点却是清楚的 就是上帝创造人 创造世界万物之后 向人立定了一个边界 一个界限 就是人作为被造物 有必须遵守的边界 也必须遵守的界限 这个界限 这个边界是不能越过的 我们有些时候听起来好像很不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何必施置这一个边界 施置这一个界限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人是被造的 是肉体的存在 原来来自于尘土 人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人走在一个路上 有人告诉他 这条路往前走要小心 前面是悬崖峭壁 如果听的人真的会议 也拟受 也明白 也观察 也对照 如果前面出现悬崖峭壁的时候 他应该站住 而不是脚迈下 悬崖峭壁 否则的话 必定落入悬崖峭壁之下的 就是焚身碎骨 人是有界限 人是有限的 人不能够带着我们这样 的肉身 没有防备的 跳入 岩浆 或者火山口里面 人不能够毫无防备的 毫无措施的 在高空之下 往下不带降落伞 就跳下来 因为人是有限的 人是被造物 这个界限很清楚 那么这是我们在自然条件 这个身体条件 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界限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越过 越过了 最后受损的 受亏损的 就是被造的人 自己 所以分别上二述 他所带给我们的启发 不仅仅是上帝为人施力 制定这样的界限 实际上也告诉我们 在信仰 在世会生活 在人文生活 在世会各样的活动里面 都有必要遵守的 一定的界限 这些界限 不能够跨越 并不是限制人的自由 而是对人的保护 如果违背了 最终受害的 就是违背自己 我们无从得知 上帝为什么 四地分别上二述的果子 但是有一点 却是千真忘却的 也是整本圣经 所传递给我们的 那就是上帝 为要爱我们 为要爱人 人吃分别上二述的果子 人开始的 种种光系的破裂 首先 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 产生的光系的破裂 原本 上帝创造人 人能够 以上帝 直接面对面 以上帝 说话 听见上帝的声音 在一定年中 不必躲避起来 但是人 吃分别上二述的果子以后 上帝来了 人 却躲避起来 人与上帝 发生了光系的破裂 第二 人与人的光系 也发生了 扭曲 与破裂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最初 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 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我可以称他为女人 这种美好的 这是我生命有光的 与我深深相光的 但是 当吃了分别上二述的果子之后 上帝在询问的过程里面 亚当对上帝说 是你给我的 那女人给我吃 我就吃了 上帝 你要不给我女人 我也不会吃 这分别上二述的果子 如果不是女人 给我这果子 我也不会吃 所以执认是上帝的 执认是那女人的 这样的 互相的推诿 不再承担执政 不再以爱 以彼此相顾 而是 你 你 你害了我 是你 你把那果子给我吃 人 与人的关系 发生了扭曲 第三方面 人 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也发生了扭曲 人要征服之地 人要汗流满地 地要斩出荆棘 吉林 人与自然之业之间的关系 也发生了扭曲 不正常 我们今天 在没有回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没有得到圣灵更新的生命之前 我们今天 整个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 人不认识自己的创造主 人不敬拜 侍奉这一位唯一的真神 创造主上帝 光系扭曲 人与人之间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侵杂 互相的伤害 人与人的光系 发生扭曲 人与自然世界万物 人要征服之地 虐待之地 任意的砍伐 任意的排放污水 废弃 任意的伤害之地 而自然界 与人之间 也是这种关系 互相的反备 互相的掠夺 人 掠夺自然的同时 自然反过来 也对人类进行 巨大的攻击和威胁 今天 许多的冰川融化 很多的科学研究者 相信 数千万年之前 冰川之中 隐藏了冰冻在里面的病毒 因为冰川 在温室效应的作用底下 温度 升高 许多数千万年 不能融化的冰川 如今融化 病毒示范出来 自然界 任意的掠夺 宰杀 砍伐 任意的排放污水 许多的河流 许多的山窗 许多的自然 原本美好的 大好山河 人 任意掠夺 宰杀 但是 有一点 却是明确 人堕落了 人 破裂了 本来 上帝如果要停止 人的罪 要做的方法 非常容易 只要把犯罪的两个人 亚当夏娃 重新 拧碎 归无有 人的罪 不就停止了吗 但是 创造主上帝 却带着 冒险般的 大爱 容忍人 让犯罪的亚当夏娃 继续存在 不然 也没有我们 上帝带着冒险的爱 爱世界 爱人 让人继续存在 我们有些时候 只是认为 上帝怎么让人 去吃分别上二树的果汁 上帝为什么创造分别上二树 但是 有一点 却忘记了 上帝让犯罪的亚当夏娃 我们的始祖继续存在 犯罪的人继续存在 上帝 用他的生命 他的儿子 独生子的生命 来买赎我们 他的爱 永不改变 这种 这种爱 是一种死生的爱 冒险的爱 来爱我们 人犯罪堕落 但是上帝 对我们的爱 却没有改变 来寻找我们 来呼唤我们 你在哪里 让我们回归 让我们与上帝和好 让我们与人和好 让我们与上帝所造的 这美好的自然世界 有和好的 和宜的 相处的 关系 求上帝 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听从上帝的呼唤 回应他 那一句 你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能大声的 向上帝 回应 主啊 我在这里 我愿意回到 你的怀抱里 求上帝 联名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 重新 回到创造主的 爱理念 主祝福你 保守你 让你 永得 这永不改变的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